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爱情当中呢可能会因为钱财的问题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而且要小心可能会伴侣翻旧账啊什么的沟通的不顺利 而且要注意在节假日期间呢容易发生摩擦 那么单身的金牛座呢表白呢也不太顺利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减少这个表白的机会啊 双子座呢 双子座呢在下一周呢要特别注意呢 可能会有一些流言蜚语在干扰你 而且在团队当中呢有种队伍不好带的感觉啊 而且呢可能会有小人呢在背后坑害你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情绪呢是不太稳定的 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个事业上具体的事情上碰到一些难题的话呢 欢迎来找我求助 那么在爱情方面呢双子座呢会显得比较低调 跟恋人之间呢也有翻旧账的情况 沟通不太顺畅 而且会相对比较自我不愿意呢跟伴侣呢 多沟通或者说一起参加聚会什么的 而且会有地下恋情出现啊 或者说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巨蟹座呢在下一周呢要关注的就是在事业上 你特别容易感到愤怒啊 有一些事情呢没有办法像进展的那样子开展呢 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那么对事业的前景呢容易呢失去一些准确的判断 而这周呢也会得到一些少人的妒忌 导致呢会背锅或者有所牺牲 那么偏财云呢也会受损 爱情方面呢巨蟹座呢可能会跟恋人呢有一些控制权的问题啊 彼此之间有一些问题已经日积月累到了 不想再忍的地步了 可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啊或什么呢进行一些争吵 男生的巨蟹座呢本周桃花呢是挺强的 会有一些机会呢去认识异性 虽然呢你跟对方呢都会有好感 但是呢未必能变成爱情啊 试子座呢下一周呢财运不佳 合作的运势呢也比较有起伏 并不适合去谈项目啊 在工作当中呢可能会有沟通的问题 计划呢会有推演 而且要注意呢就是身体方面颈椎啊或者腰椎啊 还有这个呃这个背部啊容易有紧张的问题啊 呃单身的巨蟹座呢可以有一些远行的机会呢容易遇到爱情 那么已婚的巨蟹座呢就要跟伴侣多沟通了 不然的话呢很难聊到一起啊 处女座呢在下周呢如果有出行的安排的话呢是容易受阻的啊 所以说要提前做好计划 那么如果说你在申请留学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样子一些跨国的动作的话呢 也会比较不顺利啊 那么会有点情绪化 个人呢也会有些比较压抑的想法 那在爱情当中呢本周呢是不太顺畅的 容易有些激烈的争吵 而且呢会有一些内心的困惑 对关系和未来呢感到迷茫 如果说你有这以上的问题呢 欢迎呢来继续找我咨询 那么单身的处女座呢 看着呢有一些不错的机会 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办法呢 让你真的感受到 有这种恋爱的感觉啊 所以说还要再等等 那么天真座呢在下周呢要注意呢 就是可能会碰到这个塞车啊 或者说意外的交通啊 或者说是开车开太快啊 或者说有怒怒症啊 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出现啊 而且在人际交往当中呢 也容易呢被一些误会困扰 而天真座呢可能跟朋友之间呢 也会有一些问题 内心虽然有想法呢 但是又不敢去表达 所以呢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那么在爱情当中呢 恋爱中的天真座呢 会致力于去巩固你们的爱情啊 但是也会觉得自己在爱情当中 有点做太多 然后回报太少了 以后呢天真座呢会在于伴侣啊 相处之间是比较有去 刻意去营造一些激情啦 但是呢彼此之间呢其实呢 是没有达到一个放松相处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觉得负担很重 但是呢天真座呢 也会觉得对前路呢有一些迷茫 天蝎座 天蝎座在下周呢 整体呢是比较忙碌的啊 会有很多家庭的事务 或者任务在等你 没有办法躺平啊 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什么 家庄啊餐饮啊房产方面的话 肯定也会有很多的事情 而且有一些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热心的举动呢 就会被人家解读成呢是过度干预 所以呢在下一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有呢容易发炎上火 甚至呢可能会有手术的危险啊 那么爱情当中呢 天蝎座呢会感受到对方的热情 但是呢却不想回应对方的热情 导致呢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是出现了一些这种苗头一些问题的 不过已婚的天蝎座呢 就会很在意伴侣啊容易吃醋 但是呢不会把自己的心理化明说 那么单身的天蝎座呢会卷入到 暧昧或者地下情当中去 而且呢可能会有这个前任回头呀 或者说彼此之间有一些 这些暧昧的一些感情 又再一次浮现啊这样的事情 总之呢下一周呢 天蝎座呢在感情上面的困扰呢 是比较多的 如果说你在这方面呢 有些具体的事情需要帮助的呢 欢迎你来找我咨询 这首座呢它的这个下一周呢 主要的问题呢就在于呢 就是这个得失心比较重啊 又比较贪玩 所以很多的项目呢 不愿意去很认真的踏实的去完成 那么有的时候呢 也会觉得自己过分的就是心大 导致呢一些事情呢 就没有办法把它推进的很好 而且要注意开销方面也会比较大 小心不要去赌博 尤其是不能好赌 也不要跟人家打赌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 也容易遇到一些出行的麻烦 那么在爱情当中呢 射手座呢 本周跟恋人之间呢 还是很多激情的啊 但是呢有一些分歧也是难免的 所以呢 常常会处在那个相对比较生气的状态啊 也会有个比较急躁的情绪 射手座呢 在婚姻当中呢 跟伴侣相处呢 是相对和谐的 会制造一些浪漫的小惊喜 但是呢射手座呢 就会有呢 比较好的桃花 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脱单啊 摩羯座呢 摩羯座呢 在下一周呢 要注意一下健康了 可能存在的这个肠胃问题 或者说重感冒呀 或者容易上火的问题 而且容易有一些 千财的这个 比较大的一个支出的问题啊 还会遇到一些债务的问题 或者说呢 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不太顺畅 那么 在爱情当中呢 其实是有些问题去 是需要解决的 结了婚的摩羯座 可能会因为某个问题呢 闹得不可 开交心里面 有一些过不去 感觉不开心啊 但是呢 摩羯座呢 本周的恋爱运势 是起伏不定的 虽然有可能 遇到心意的对象呢 但是呢 迈出那一步呢 还需要你的一个 谨慎的一个时间 以及谨慎的一个作为 水瓶座 水瓶座呢 在下周呢 整体来讲呢 其实是容易感受到 自己心中有委屈的啊 虽然说 看起来 表面相处都很顺畅 但是会觉得 心理的真实想法 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工作上面呢 事情也很多呢 有加班的情况 部分的水瓶座呢 可能会有 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啊 会产生一种 我到底为什么 要做这些事情啊 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心理困惑 会产生一些 心理上的压抑 如果说你产生了 这样子的心理困惑的话呢 欢迎你来找我咨询 爱情当中 水瓶座呢 会让彼此之间的 相处的比较愉快 而且呢会显得比平常 亲密一些 跟伴侣的沟通呢 也会相对比较顺畅 但是到了周末呢 就会觉得自己是 忍耐了很多情绪 在心里面 就有点憋不住了 就有点想要翻脸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了 不过担心的水瓶座呢 本周的桃花呢 还是不错的 双鱼座 双鱼座呢 本周呢 要注意一下 就是容易有上火啊 炎症之类的情况 而且呢会有一些 容易引发呢 这个旧回忆的困扰 所以呢特别适合呢 要进行氧气 多做一些冥想的工作 而且整体的开销呢 也会增大 会忍不住买买买的 根本控制不住 那当然了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还是容易 就是情绪上 有一些这种摆动跟迷茫 所以呢要多注意一下 如果你感受到 在这一方面 受到一些困难的呢 欢迎来找我咨询 尤其是在爱情上面呢 也可能会觉得 对方呢对你呢 是没有办法去把握到 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到底他要想对你做什么 然后你自己到底 应该怎么回应呢 而且容易呢 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特别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欢迎你呢 碰到困惑的时候呢 及时来找我 我一定呢会给你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帮助你呢 获得更加幸福的人生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呢 下一周的整体的 这个天下运势的情况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